马来西亚最近举办世界名厨精英赛 台湾多位参赛者表现优异 其中台中宏光科技大学餐馆系教师郑景庆 以中西式烘焙类作品花篮景秀 夺得个人赛总冠军 我的作品是以这次大会的主题 就是从上自然然后养生 然后就是素食的那种概念去做 使用中式面点的一些所有的手法跟概念 比方说有发面类油皮油酥类 还有糯米点类 然后利用各种手法去塑造中式点心的技巧 来自台南的厨师邱英阳 则以西式冷盘夺得个人赛特金奖 那这次我的比较的作品是 鲑鱼海鲜慕士菠菜卷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跟这个主题 是因为里面的菠菜是我年轻的时候 刚开始做菜的第一道料理 所以我把这第一道料理献给这次的比赛 来向我年轻岁孙夜致敬 至于团体赛 由林宇智老师带三位学生组队挑战 勇夺特金奖 我们这次的比赛作品 团体赛是以古色古香 就是我们以台湾的农作业 就是到古为主去做一个摆设 料理这种东西是学无止境 永远学不完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一直增加 我们自己的实力 本次赛事主题发想 必须以符合伊斯兰教规的 清真食品为主 因此不能使用任何猪肉制品 对台湾参赛者来说 更加考验厨艺和创意 现在美食的推广也进阶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非常注重的摆盘 然后食材是采用天然的 所以也符合现在人养生的一个原则 那么我看到大家运用各种创意巧思 来展现他们的作品 真的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那这次来讲 有来自11个国家地区的这些 楚世界的高手朋友们 到这个地方来拿出他们的学活 我想他们彼此也可以交换一下经验 那他们彼此餐饮的这些内容来讲 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这次比赛有100多位选手参赛 展现各国餐饮特色 台湾参赛者多达59位 彼此厨艺交流 相互观摩 再一次把宝岛美食推向国际 詞oras主编农薇 总结婉整员